您这是工厂的宿舍 就是分的房 不是 我们原来就地上楼 我们都自个儿一四个院 然后拆了这一块 我们第一批微房改造 然后就地上楼 等于我们家就没动了 原来我们就住这块地儿 这不就上了就是我们家吗 那您原来住四个院 您家原来面积多大 我们原来改了我们三套房 我们自个儿一个院 校外活动站都是我们家的 哎呦 那多大面积啊 挺大的 我们自己前头这一块 得从那头到这儿吧 给了我们三个两居室 等于是 那真不错 因为那说是 他们家是五男二女 结果就没什么钱吧 那说是您想想 是啊 就有的有宿舍 人家不要了 我们家六间房拆了 自个儿一个院 给了这么三套两居室 那您家也可以啊 九五年那会儿 九五年 是啊 九五年上了楼 那也不错呀 谁愿意上 我们自个儿一个院 多自得要出来进去的 也是分那个东 也是那个南北 然后北房 然后东房 我们家一拉六 就这么一拉六 然后北房六斤半 然后前头我们就种点花 种点菜什么的 哎呦那您原来父亲是做什么的 那是原来是您家房还是大爷家的房 就我们家那口子 我们家那口子 那真的 我娘子在前头那住 他们家就这么着 一个儿子等于一人一间 等于拆迁呢 完了三个儿子呢 给了三套两居室 他有一个儿子 邮票厂 人家不要 人家单位有宿舍 所以就这么着 给了三个两居室 三个儿子给了孙套两居室 对 那也不错 67平 原来那户两居室 这两居室 这小 这58 58平的两居 那确实小点 我们这头 这楼是最小的一楼了 拆完我们这儿 完了以后 就拆的是平安礼 平安礼拆完以后 就牛街 就整个这一条线 我们这第一批上楼 哪时候还觉得挺美呢 其实我们是最最小的了 人家越干越大 您这边第一批 这边建的第一批 微房改造 哦 真是 知道了吧